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宝妈妈 这两天降温了 我们棉袄都穿上了 你们哪里冷吗 前几天呢我们这里还是二十多度 然后这两天呢直接下降到了 只有几度 昨天晚上呢我和金宝回来呢已经很晚了 金宝现在还没睡醒呢 等一会儿他起来了我准备和他一起 就是把我们院子里的这两棵桂花树给他包起来 这两棵桂花树养了有差不多三年了 左边的这一棵呢 去年差点给冻死了 上周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用这个铁丝网 把它给圈起来了 等一会儿金宝起来就直接用个袋子 我俩一起把它给套起来 这一棵呢就是去年差点给冻死了 今天没有开花 你们看一下 特别特别的可惜 然后这边这一棵呢 你就好好的 开满了花孤独 闻着也特别香 金宝 金宝 下雪了乖 你最近洗完了吗 洗完了 洗完了帮妈把这个桂花树给盖一下 要不然天冷怕冻死 拿了两个是吧 会不会套 不会套 不会套 你拿着我来套吧 你们看金宝把厚厚的羽绒服都穿上了 这样子 对套上就行了 来我来弄吧 给你们看下的小雪花跟冰雹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要把它套起来吗 太怕冻了四伯 因为妈妈买的这个是室内的盆栽 咱种到院子里它就不太适应了 搬起块砖把这个压一下 要不然风特别大的冬天 一下就把这个刮跑 压住 看我们刚套好的功夫 这上面都已经积了这么多的雪 其实它不是雪花 就是像那个泡沫一样的那种小颗粒 是不是金宝 因为现在天比较暖和 还没有到就是能结冰的那种程度 所以呢 它就存不住雪 擦就没了 擦就没了 这臭美的你看 又把指甲给戴上了 金宝 他们都问你 你们学校上做美甲吗 肯定不让呀 它这是假的 假的 回家贴一下 然后去学就把它卸了 你知道这盆是什么花吗 你看长得多好 金宝 把它搬到屋里吧 别逗死了 知道的可以在屏幕下方打出来 告诉我们 你知道是什么花吗 我不知道 你闻一下就知道了 闻不出来 给他们套上这个塑料袋子 就不怕他们冷了 明年呢 就用到文件 满院子的花香了 好了 不跟你们说了 外面太冷了 我要回屋里了 拜拜